这个女孩正在地下室找圣母像 忽然一个黑影闪过 女孩脊背发凉 接着她又听见了姐姐的声音 下一秒 小美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拽进壁炉 炉火瞬间关闭 自动起火 她再也没能出来 而此时的木哥正在机场接师傅 可师傅却说 自己明明没让他来接机 两人瞬间反应过来 这是中了恶魔的吊虎离山计 他们拼命往家赶 可在路上却忽然飞出一大群乌鸦 不要命地撞过来 旁边的车辆受到影响 带着他们一块翻了下去 与此同时 家里的大美正想出门 爸爸想起木哥的交代 一定要看紧大美 他起身就把大美装云绑起来 不久后 木哥终于浑身是伤地赶回来 他来到房间给大美施法 在他胸前放上十字架 用柳枝不断地抽打他 大美哭得肝肠寸断 我一没偷钱二没抢劫 你个变态 还敢把我绑起来玩这种游戏 妈妈看不下去了 他扑过去想要阻止木哥 却被爸爸推到一边 爸爸听见妈妈嘴里的胡言乱语 以为他也被上身 抓着他就往墙上撞 这时 身后的木哥却忽然露出圣人的笑容 很显然 他才是那个恶魔 恶魔抓着武器正要伤害爸爸 耳边却忽然传来一阵驱魔咒 真正的木哥回来了 恶魔烟消云散 可这时 大美却如行尸走肉般过来 木哥看出了异样 用圣镜照向大美 大美身上立刻冒出黑烟 恶魔在他的身上 木哥念起驱魔咒 谁知大美竟将驱魔咒悼念 烧毁了圣镜 此时的大美已经完全恶魔化 压着木哥就要亲亲 旁边的爸爸赶紧泼出圣水 救了木哥一命 但木哥此时也深知 自己不是恶魔的对手 只好提出 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交换 让恶魔放过这家人 上帝信徒的躯体对恶魔来说 就是无伤的美味 他迫不及待地钻进木哥的身体 而木哥却把十字架扔给爸爸 让他刺穿自己 和恶魔同归于尽 故事在一家人的悲痛中就此结束 这是韩国一部细思极恐的驱谋片 在狭窄的空间内 渲染出浓厚的恐怖氛围 更让人感觉无处可逃 最后 如果是你遇上了这样的事件 你又能否从恶魔的爪下逃脱呢 点击下方小程序 来测测你逃生的概率吧